F-51战机在传事故原因到底是什么 军事专家分析 发生意外的两位飞行人 飞行时数未满1000个小时 资历比较浅 可能是在进行编队训练的时候 没有算清楚距离 才会导致两极擦撞 而虽然F-51战机服役超过了40年 频频遭到质疑机灵老旧 但是有专家认为 此次飞行人并没有通报故障状况 可能与人为或者是天后因素比较有关 不过详细的原因 还要进一步的调查理清 而意外发生之后 目前台东制航基地F-51战机 已经全面停飞要进行特检 蔡总统也指示 各单位务必要全力搜救 台东制航基地一片静巧巧 F-51战机全部停在机坪 意外发生后第一时间 同机型战机立刻全面停飞 进行天岸特检 不过去年10月 飞行员朱冠萌驾驶F-51训职 才不到半年 怎么又再传事故 这二航基地专门训练空军官校 刚毕业的学员 而发生意外的罗上化中尉 飞行时数404小时 潘影尊上尉也只有601小时 都不满1000小时 他是比较值钱 空军官校毕业飞行时间少 飞行经验不足 一个科目接一个科目 对飞行员来说 是有相当的压力 此次四架F-51正在进行一般的飞行训练 但编队飞行得在空中变换各种梯队 高度速度与距离控制 难度相当高 它两架的横向的间隔只有三英尺 就相当一公尺 非常接近的 那有编队的有转弯 有上升有下降 有解散 有空中集合 这个方面是有风险 F-51战机幅已超过40年事故频传 但专家认为 和这回一次擦撞坠海的主因 比较无关 他没有讲说飞机有故障 发动机有故障 或飞行操纵系有故障 他都没有喊出来 这个空域里面可能云层比较厚 在编队集合的过程导致的擦撞 其实这个几率都比较大 基本上可以排除所谓 飞机机械的因素 究竟是人为因素 还是天后奏程 详细意外原因还要再离经 而总统蔡英伟也指示 相关单位务必全力搜救 救人第一 再来究责 这台北综合报道